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劉zon Contemporary MING PAO CANADA 劉zon Contemporary 老爹老爹 运算思维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老爹老爹 运算思维是什么 推定好像很红 听说108课纲要推运算思维 可是运算思维到底是什么呢 好像很难 听说这不是大学在教的东西吗 在课纲里面要推的话 那国中小不就要了解了吗 会不会很难 为什么要把大学的课程推到国中呢 听说运算思维里面 有一些资料结构 演算法之类的东西 这些东西不是高中大学课上才会教的吗 为什么要拿来国中小教呢 国中小学生听得懂吗 老师会教吗 好恐怖喔 每次都会有一些新的名词出现 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名词出现 到底是怎样啊 那我们来看一看运算思维 官方是怎么解释的 在108课纲的规范里面 国中小的科技领域 切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生活科技 一个部分是资讯科技 那其中 在国小的部分 因为课纲里面并没有规范 那所以国小是属于自由发展 那国中呢 因为就放在课纲里面 所以大家都要实施 那原则上是每一周两节 然后在草纲的版本呢 他是建议上下学习对开 意思就是说 一个学习上升科 一个学习上支科 那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 科技领域是要整合的 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科技领域 那所以每一周两节课 就其实 如果是老爹我上课 我就把它整合上在一起 不太分支科跟升科 但是呢 在国中的实施上面会有困难 因为升科跟支科的内容 老师是有分科的 所以呢 通常一个老师要把升科跟支科 内容放在一起上 在国中的排课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目前为止 大部分的学校都还是把升科跟支科 把它切开来 好 那在升科的部分 它的重点是做用想 就是你要从做中学 然后你要知道这个素养导向的东西 你要知道说你在生活上面学的这些 要怎么用 要用在哪里 好 然后你要去思考 好 那支科的部分呢 它的重点就是在运算思维 就是在运算思维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所以运算思维是在资讯科技里面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然后在生活科技里面 它的阶段的重点 国小是重生活应用 那国中是以创意设计为主轴 所以国小要会用 国中要能够自己设计制作 那资讯科技的运算思维呢 运算思维它主要 主要是希望培养学生利用运算思维 跟科技 资讯科技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所以它的阶段的重点 国小一样是重体验 跟应用 所以国小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会用就可以 那国中呢 就要进到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 在国小阶段 你要知道运算思维 它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方法 然后你会用它就好了 那国中呢 就要把它拿来当作 日常生活里面问题解决的工具 要把它习惯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思考的模式 来解决问题 哦 我明白了 所以我们108年以后 学校学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对不对 是的 以后国中就会有 生活科技跟资讯科技 两个 两个部分 两个领域 然后呢 在资讯科技的部分 就会学到运算思维 那运算思维到底是什么呢 好 那教育部既然要推运算思维 那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吗 我们来看看教育部怎么解释这个运算思维 好 在教育部的网站上 教育部运算思维推动计划的网站上 好 这边呢 有运算思维的学习课程 那中小学老师通常都要受训过 受训过 那这里面呢 各位可以进到运算思维的简介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运算思维 我们来看看官方的讲义 对运算思维的说明 好 运算思维呢 它的定义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运算思维不等于资讯科技应用 不等于资讯科学 也不等于程式设计 但是呢 它会用到大量的资讯科技 用到大量的程式设计 用到大量的资讯科学 然后 Win 他说了 运算思维是利用电脑学科的基本概念 进行问题解决 系统设计 与人类行为理解的一种思维模式 然后Glove 跟P呢 他又说 运算思维让我们能拥有电脑科学家 面对问题的时候 所持有的一种思维模式 好 看到这边 各位应该 有一点点了解运算思维了 才怪 学术 是很深奥的东西 教授们在讲这些名词的时候 通常 大家会觉得很难 因为我们跟教授的距离太远 我们中间的间隔 鸿沟太大 所以他们讲得太学术化 其实我们根本也听不懂 好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我现在讲白话 好 那运算思维呢 这边讲不等于 资讯科学不等于 程式设计 不等于资讯科技的应用 但是运算思维 却会用到大量的 资讯科技的应用 也会用到 很多资讯科学的 本质 也会 拿程式设计来作为问题 解决的一些 练习的方式 那所以说 这些都可以用来表达运算思维 但是呢 它又不等于运算思维的全部 所以简单的说 你教程式设计 教Squatch 教Blockly 教Python 就等于教运算思维的吗 事实不然 事实不然 你要教的其实是 背后的后色认知 也就是说 它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不管你是教桌游 还是教Squatch 都还不能算是运算思维 但是如果说 你把运算思维的内容 它的方法 拿来利用Squatch 或者利用桌游 给学生练习 练习完之后 把这些运算思维的步骤 方法 能够做归纳 让学生了解 背后思考的模式 然后以后可以 套用这个模式 来解决问题 那才叫做运算思维的教学 所以从这三位教授 一个是翅膀教授 一个是割肉教授 一个是屁教授 从这三位教授的定义里面 你可以发现 运算思维 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种模式 一种思考模式 一种思考的方法 那这里面呢 运算思维 它必须是有参考到 电脑科学 电脑的计算机概论 或者是电脑的一些理论 排序的方式 搜寻的方式 演算法等等 这些方式来解决问题 那这些就是 所谓的运算思维 好所以结论就是运算思维 它就是利用科技 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运算思维 它解决问题 是利用科技的方式来解决的 它是一个方法 一种思维的模式 一种思考的方式 哇 听起来很厉害哦 那所以运算思维 是最棒的思考模式吗 应该这么说 做事情的方法有很多 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很多 比如说生活科技里面 有设计思考 那它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但是呢 运算思维 它必须得用科技的方式去解决 所以采放在科技领域里面 那设计思考呢 不一定得用科技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解决很多的问题 不是每一样都会用到运算思维 但是 也许 你用了运算思维的方法之后 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会有比较好的效率 尤其是在比较大的问题上面 那小问题 当然不一定得用运算思维 也不是什么东西 都要用科技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它是一种思考模式 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 但不是唯一 也没有最好跟不好的分别 就是看情境 看适用的状况来决定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去解决 那运算思维有哪些内容呢 运算思维的内容 根据Google的定义 包含了抽象化 演算法设计 自动化 资料分析 资料收集 资料表示 是解析 平行化 样式一般化 样式辨识模拟 然后 哥肉跟P又出来了 他们又说 运算思维应该包含 抽象化跟样式一般化 系统化资讯处理 符号系统及表示 演算法及流程控制 结构化问题解析 效能分析 除错与系统化 真错 好 好 讲到这边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专有名词 没错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专有名词 因为是学者提出来的 好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能不能讲白话 你刚刚讲那一堆东西 谁听得懂啊 连老师都听不懂怎么教给学生 讲白话可以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做运算思维 用白话文 好 那我们大概把它分成五个项目 第一个叫做拆解 第二个叫演算法思维 第三个叫做模式辨识 第四个是抽象化 第五个叫做资料表示 那什么叫做问题拆解 好 我们来看 那我们要讲到运算思维的系统拆解 其实它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都会遇到 那系统拆解呢 它是一个训练CEO 训练总裁的一个很棒的能力 训练班上的小老师小组长 很棒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平常会怎么使用它呢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 假设今天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或者有一个计划需要执行 那这个计划呢 可能就很棒 比如说 好 假设下个月 我们的创业中心要开幕 那邱老师你去办这件事情 接到任务的邱老师吓死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办过什么开幕典礼之类的东西 那我都不知道长官要请谁 然后我也不知道流程要怎么办 我甚至要不要订午餐 然后要准备哪些内容给来宾看 我都完全没有头绪 这时候怎么办 你一定会觉得 天啊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长官要交给我这种任务 是不是要找我麻烦 那这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学过系统拆解的方法 对你来讲 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很简单 这个就是充客中心开幕的计划 那假使这个计划非常的大 不管大小 那你一个人无法执行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它怎么办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系统拆解 那所以呢 你只要准备一把拆刀 切水果游戏玩过吧 一切为二 大系统就分成两个小系统 那如果还是太大呢 再切 那切到底要切几等份 不一定 看你的人手 看问题的大小 好 所以如果我这样切完之后呢 假使我有四个人手 那我就 这一个给一做 这个给二做 这个给三做 这个给四做 那你的大问题就变成四个小问题 这个就叫做系统拆解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案件 看一下实际的例子 当我们被交办一样业务之后呢 这个业务有可能是很大 那很大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就要做系统切割 也就是管理学上面的系统切割 也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做 你总要先把它切大方 切块区分出来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切 比如说场地主 场地主就管场地 桌椅的摆设啦 那个区块的规划 然后会有环境组 然后会有设备组 会有餐点组 会有行政组 管理核销的部分 然后会有仪式组 活动组 然后会有接待组 等等 那当你把这七个 这些组别 个别的事情都搞定 比如说餐点 他要负责订午餐 午餐的形式 然后要查水 这些东西 那他就可以 你就可以在这个 餐点组里面 去决定想要的内容 想做的事情 流程 时间等等 把它处理完 你这个餐点组就弄好了 那当你这几个组 都个别弄好之后 是不是整个开 创作中心开幕的整个内容 流程 架构就完整了 所以我们在切 系统在切分的时候 是这样子处理的 那假使说你今天还有人手 那更棒 你就每一个组 分一个组长 每一个组你就分给他一个组长 那分给组长之后呢 就可以让组长去想 去安排里面所有的事 然后再做讨论 那当然组 组长要跟你做讨论 那你是CEO的角色的话 你就要做里面的沟通协调 好 所以当分了七个组 然后七个组都有负责人之后 以后呢 你只要要问到场地的事 你就找A组长来问 要问到接待大官 接待新闻记者的事 你就找G组长这一个来问 这个就是系统切割 所以我们平常做事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案子就切成小案子 就可以很快的处理掉 所以以后遇到 遇到很大的问题 不要再害怕了 就先做切割 先做切割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平常我们在学校电脑课里面 教小朋友写程式的时候 怎么样去说明系统切割的部分 好 当然我们今天假设要做一个 大鱼吃小鱼的游戏 好那你这一辈子可能没写过程式 学生也是 这一辈子没写过程式 所以一接到这个案子 其实他搞不清楚他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这时候这个案子看起来又很大 第一次就要写出一个游戏来 那当然是会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当然就是做系统切割 好那么我们去想 大鱼吃小鱼这个游戏里面 会有什么东西 或者会有什么机制 这个切的方法没有固定 一定要怎么切 就看大家的习惯 好那所以小朋友可能会想说 大鱼吃小鱼就要有大鱼啊 好没问题 那我们就把大鱼切出来 那有大鱼当然就要有小鱼啦 好 然后呢既然是游戏的话呢 当然会有一些条件 胜利或失败的条件 好那当然一定会有开头嘛 开头说你呢 游戏说你呢 然后结束呢 当然也会有game over 对不对 好那么所以你再去想 好这些 有大鱼吃小鱼 我们再去 既然你把那个小的系统都切好了 之后可以再增加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那我们就先分别就这些内容 去想它的细部 就是想那个小系统里面的东西 好那大鱼的话 大鱼要能够操控 因为它是你的主角 所以呢大鱼它就要有一只 比如说鲨鱼 你的角色就要自己决定好 好鲨鱼然后它要让你的滑鼠可以遥控 所以会有滑鼠遥控的部分 好然后呢 再来小鱼 小鱼它可能会在画面里面 就是在你的游戏里面到处乱跑 所以它会有移动的部分 好 然后大鱼跟小鱼中间会有一些关联性 比如说如果大鱼去吃到小鱼 那你要怎么控制大鱼吃小鱼 是不是要按滑鼠 嘴巴要一开一合 对不对 要把它咬起来 那所以这时候会有控制大鱼的 把小鱼的嘴巴开合 那如果小鱼被咬到呢 要做什么 要死掉还有要加分对不对 所以要死掉 还有要加分 那再来呢 条件 我们可能有时间限制 好那时间里面呢 可能有这个获胜 获胜的条件 那也可能会有失败的条件 好那开头的说明 当然就是游戏说明 跟使用方法说明 就是按键说明 然后胜利条件说明 好那最后结束的时候 有这个版权 宣告 感谢 好等等 好那所以 你把它切成 本来一个很大的 很可怕的一个大鱼吃小鱼的系统 它可能就会被切成五个部分 那五个部分 你只要个别 分别各个去击破 做好 把它组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案子 好那之后 你如果要再做细部调整 一样是可以调整 好增加 比如说 我们会有分数啊 那所以你 你里面是不是要有计分的部分 好那 这里有失败的条件啊 那你是不是要再加一个天敌 好鲨鱼的天敌 好或者说 会 会让这个鲨鱼扣血的 好所以碰到天敌 天敌也是要移动的 好然后碰到天敌 鲨鱼要扣分嘛 扣生命值 好那么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其实新制图很方便拿来做系统拆解 非常好用 那随时又可以做调整 那我们会建议老师 在给小朋友练习系统拆解的时候 利用新制图的相关的软体来做配合 好那重点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让小朋友真正去写程式的时候 好你就要让他看这个东西 让他自己去想这个系统 然后去一边做 一边再把系统给弄得完整一点 那他就会知道说 我从大案子接到手之后 我可以把它切成几个小部分 切成几个小部分 那切完之后呢 我就每一个小部分 我就个别去完成它 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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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每一个小案子都完成之后 其实我的大鱼吃小鱼就做好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系统拆解 好所以简单的说 系统拆解 它其实就是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 那它的意义上 就是它把大的系统分解成小的系统 然后系统比较小的话 就会容易管理跟施作 然后它其实跟管理学上面的系统切割是一样的 那这个能力呢 通常是我们在训练高阶经理人 管理工作 管理人的一些主要的管理的能力 那通常我们在学校 你要教小朋友 你要让小朋友去轮流当组长 当班长之类的 然后工作交办给他 你要教他怎么去切工作 怎么去管理人 管理工作 好所以这一个是 这个运算思维里面的拆解 这个是很棒很棒的一个方法 那重点是我们要教到那个方法 让小朋友知道要怎么拆 以后遇到大问题就不会害怕 所以它有蛮多好处的 就是在教育的应用上面 教育学 尤其是在教老师更要会这个东西 它跟近代发展区跟音价理论这些都有相关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学一个困难的东西 老师就要想办法把它拆拆拆拆拆拆 把它拆成容易学习的部分 让它每次去跨那个阶梯的时候 阶梯越小越容易跨得上去 那很高的地方我们就分成几个阶梯 它多跨几步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把系统切割 主要能够方便让它批次解决 或者是让它分工合作 那当然也可以 这些写程式做分工 或者是生产制造 每个人做不一样的部分 或者是一次做把它切分 现在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让它可以全部解决完就把事情做完 然后还有像发明也是 我们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双向西木桥的方法 可以让小朋友在学发明这件事情 可以非常的容易 所以拆解的话 如果你把它拆解成各个系统 那如果是哪一个部分有问题 你会更容易去维修 更容易去扩充 更容易去更换里面的内容 所以比如说 设备组做得不好 那你就看哪里要加强 那个西木处理一下 那或者是如果是整个管理不好 那就把组长换掉 或者是让他教他一些方法 让他可以成长 所以他模组化就比较容易管理 然后呢 再来就是你把它切成很多小系统之后 那小系统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那完成之后他就会有高峰经验 就会有成就的 那很多的高峰经验 累积之后就会变成高原经验 所以他就是整个就一次会跳上来 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难 然后降低他的难度 会提高他的成功率 所以刚刚我们讲 如果你在教Squitch的时候 你可以把专案拆解成小模组 那或者说你在Squitch 比如说我们写一首歌 那歌曲里面都会有主歌副歌的部分 主歌副歌 那通常一首歌主歌副歌 通常也会重复个几次 那如果你把它切割 你处理主歌 你处理副歌 然后你不但可以节省那个 程式的难度 而且大家可以分工合作 那像你用定义去做出一些积木 然后可以重复使用这些定义 或者是 它可以让你写程式的方法 可以改变 不再那么难 也不会不知道怎么开始 然后你在玩Arduino的时候 假设你玩自走车 那我们可以切成 比如说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做不一样的部分 那七年级可能在深刻的部分做这个外壳的设计 不管你要用数位制造 用3D或者用雷切等等 或者用手工制作 那可能八年级我做这个机电的学习 马达的控制 然后到可能到八年级我就要学程式怎么去控制这些机电的控制 然后九年级我们可能就用类似各式各样的竞赛 当它把车子组合起来之后 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竞赛的方式 比如说巡机 比如说避障 比如说雷台赛等等 那它就可以在各个年级达成不同的部分 然后最后把它组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平常安排课程的时候 会处理的一些方式 教学处理的一些方式 那比如说像3D雷切课程 像一些大型的物件 我们印表机不能印 太大 那你可能可以做切割 那或者是把它分零件 分件列印 那比如说我们平常的副程式跟函数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就把功能给切割出来 谁专门负责排序 哪一个程式专门负责排序 哪一个程式专门负责把资料抓出来 这个都可以做处理 然后包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这个大目标切成小目标 分段达成 我人生总是有一个目标 我们在那个生涯规划里面 会希望小朋友去规划他人生的目标 比如说将来20岁可能要当一个老板 他想要当老板 那当老板这件事情很远 目标很大 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切 切开来 那你要当老板你就要会看财务报表 对不对 然后你呢 要会行销 会找工作 会管理人 那会开发新的东西 你把它切成小目标之后 那他呢就比如说 他可能上国中高中 他就要去学什么 然后 这个上大学要学什么 平常呢 在家一看书的时候就要多看哪方面的东西 你把它切成这样的小目标之后 他的人生目标就可以有规划的慢慢前进 那再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在修电脑 我们也不修特别零件 我们都是模组交叉测试 也就是说 现在的电脑 其实你把它拆开 记忆体 它是一个模组 然后主机板是一个模组 然后电源是一个模组 所以你觉得哪个地方换 你就拿一个好的零件来交换 如果换上去就好了 那就是OK 所以我们平常其实 现在的一些 都是用模组化的 所以系统拆解很简单吧 这个其实跟管理学上面是一样的 当你有一个大任务的时候 你就把它切割成几个小任务 大任务很困难 但是小任务很简单 你只要一个一个把小任务给击破 各个击破之后 最后就是你的大任务完成 那这个也用在我们的教育学上面 就是说小朋友 从A点到B点 从A点到B点 如果你希望他的起始行为 他不熟悉的东西 你要让他变熟悉 从A到B 那中间呢 可能要学的东西很多 学的东西很多 如果你要让他 假设爬楼梯 他从A爬到B 如果这个楼梯很大 超过他脚零跨的距离 你近代发展区就不够 你的音架就没有架好 他就跨不上去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就是把从A到B之间 把这个很大的楼梯 把它弄成小阶梯 切成几个小阶梯 一样从A到B 那他跨过这个楼梯 跨这个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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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跨这个楼梯 就会简单的多 那也就是说他从A到B 即使过程很复杂 内容很多 虹空很大 你只要做适当的切割 切成A任务 B任务 C任务 B任务 然后他只要各个疾破 他就可以达到 你所要他达到的高度 这是在教育学上面 用系统拆解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来做学习 那所以小朋友如果了解了 这个系统拆解的方法 他不会害怕遇到困难的事情 也不会害怕遇到很难的学问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怎么拆 你要会拆 你要懂得拆 这个就是系统拆解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在教育上面很好用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3 3 5 5 4 5 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